《宋慈》這個系列 我也介紹過柳永、李清照 還有不是宋朝的南唐李后主 今集我會介紹哪一位著名詞人呢? 日日看蘇紙 有文化有 taste 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繼續說下去之前 想先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支持 文學評論很喜歡分門分派 宋慈也不例外 評論分他做軟弱派和豪方派 前者以柳永為代表 之後蘇東波開創了豪方派填詞的風氣 不過不說他了 因為說完他的影片沒什麼人看的 哈哈哈哈 還是說豪方派和他齊名的新氣侄 他們是蘇生兩者並稱的 他的豪方詞和他充滿豪情的人生 有很大的關係 不是單止豪席爺的生活那些 那些我會另外拍一條影片再說 只要我想說他對抗外敵很有心 他出生的時候 家鄉已經被金人所佔領 他21歲的時候 就參加耿京領導的抗金起義軍 那162年耿京就派了賈瑞新氣侄 去現在的南京歸附宋朝 那南宋高中就封了耿京做天平軍節道士 那耿京有兩個播客 一個叫張安國一個叫邵俊 那就叛變殺死了耿京 那這個什麼反骨仔啊 那新氣侄在北歸的途中就聽到 耿京被叛徒殺害的消息 就立即率領了五十個騎兵 直驅山東就奔入五萬人之中 將正在飲酒作樂的張安國竹拿 然後呢 還趕復了有萬多人就加入南宋 這條數 他們不是好像葉問一個打十個 是平均一個人打贏一千個 好了 正式介紹新氣侄的詞 他真是文武全才的 那很可惜 那他去到南宋呢 雖然都有官舉做 但是他一直想北伐這個理想 都沒辦法達到的 因為那時候 朝中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就以主和派呢 就比較當權 雖然簡中也有些主戰派出來 但是都是不成氣候啊 所以這一首詞呢 就流露了他有一些 屈屈不得志的情緒 那這首詞是送給他的一位同僚 姓王 王狼 那就是一個年輕人來的 即是說到以前的名將 走去驅逐外敵呢 嘩 多麼痛快呢 討論兵法研究戰術的時候呢 嘩 語言就很激昂啊 兩盒都結了兵 但是現在就不受重用 腰間雖然有把配劍 那有什麼用呢 就是彈著劍兵來唱歌的 那現在呢 我拿著一杯酒就跟你告別 那就叫你要以為國捐區 這些為最光榮的目標啊 就不要掛著啊 貪圖享樂迷戀女色那些東西 你要珍惜啊 我和你在楚流 培怠 風花雪月的友誼啊 這些字眼呢 都很顯得他豪放派的風格啊 還有呢他很喜歡提話劍的 有很多手詞都是說他的劍 最出名的就是這首 《醉女挑燈漢劍》 看看都是真的好仇啊 如果他可以出去打仗的話呢 就不用喝醉酒 拿劍出來看 也就是出去殺敵啦 發夢也在想著 他行軍打仗那些軍人在吹號角的聲音 這兩句又是很豪氣地說他戰場上的情況啊 馬跑到飛快 弓箭射出去那一刻呢 那些聲音震耳啊 他一心呢就是想幫皇上 完成修復國家失地的大野 唉很可惜呢 等了這麼久 都不成事 現在也是一個老人啦 那時候他也差不多五十了 再來一首 又是想當年啦 哇 在戰場上那些豪氣 那寫這首詞當時呢 他是六十六歲的 就是韓托袖執政 竟然是積極準備北伐打金兵的 新氣質其實一直都沒什麼做的 那終於被派他防守江蘇陣江 表面看來朝廷對他有點重視的 那不過其實呢就是利用他 作為一個主戰派的元老 這個招牌來號召一下而已 那他也沒那麼純粹啦 意識到是這個政治鬥爭有多險惡 就知道自己其實未必會有什麼作為的啦 還有啊 雖然他支持這個北伐抗金 但是對這個韓托袖呢 就覺得他有點輕敵無盡 其實很擔心的 說得如果你不做很充分準備的話 草草行事的話 北伐一定會失敗 不過他的意見是沒有受到當權者重視 那麼他就上到這個 驚口的北伐廷 登高遠望 懷古憶色 感蓋萬千 就寫出了這首 十名代文學家楊慎 在他本《詞品》之中評為 《新詞》之中第一的作品 這一段是借古奉金的 這個宋文帝就很草率地用兵 那想效法漢將去 蒸佛這個兇奴 誰知道就要 滄亡逃走 好 那新氣質還記得 四十三年前 就是風火連天 不堪回首 最後這個《廉坡老以上能犯否》 就是出自一個典故 《史記》裡面有記載 戰國時代的趙國名將 廉坡被皇上免職 他去到魏國 趙皇上再用他 派人去看看他身體什麼情況 廉坡有一個對頭人 他就賄賂了這個 被派去看廉坡這個《史記》 那《史記》看到廉坡吃飯 吃到一斗 肉 還吃到十斤 還可以披甲上馬 就是可以再上戰場的 不過呢 這個《史記》收了賄賂嘛 就跟趙皇說 他還能吃的 不過呢 我去看他一會 他已經去了很多次 《史記》大解 所以趙皇就決定不用他了 我想也多多一點反映一下 《史記》的狀況 好 今集就先說了 《史記》還有很多很多出色的作品 我會再拍一條影片繼續說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 多謝鳳像 下集再見